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林海洋 家里如果有个雅思格伯镇的人 到底会怎么样呢 好我们来谈一谈 2023年总统大选气候保科 民调起来的嘴也管不住了 天啊柯文哲就是亚斯伯格症又来了吗 公开宣战中共全民傻爆眼了 你看他那个表情啊 怕死人啊 来我们看一下 他到底是这个医生也很有趣 柯文哲的支持度呢 首次突破三层 我怕死人 现在是他最高了 大家看到这两档啊 都看不下去了 最重要是一个性烧案 野火蔓延 炎烧乌烟瘴气 天啊就像加拿大的大火烧森林一样 不断的继续扩大在烧 我的妈呀快昏倒了 好第二件呢 侯友谊啊 你真的就好好做事情 我没有对你不满啦 不过呢 我觉得你实在应该好好检讨一下自己啦 我们先讲一下呢 侯友谊最重大的问题在哪里 两岸论述不清不楚 经济议题搞不定 台海安全更没有下文 你看看这三件大事情 不是我们台湾人民最需要的吗 你跟哪个国家好好 我们跟哪些国邦交 有没有邦交都不是重点啊 第一个两岸论述 你跟两岸之间怎么样保持一个平和关系 然后呢台海怎么样安全 然后经济呢 怎么样的议题呢 能够呢带动经济呢 没有 他把郭台铭那个 一到六岁国家养 他讲的也很好啦 没有错啦 他说好的证件呢 就要拿出来沿用 没错 那为什么呢 你不跟好好跟郭台铭合作呢 今天如果你跟郭台铭好好做 今天就不是这样啦 你还在当新北市市长 大家都说你看又是当绕跑市长 哎国民党永远都干这种事 一个韩国瑜 一个侯友瑜 哎还两个都有疑耶 韩国瑜 瑜念起来跟疑也差不多 好了我们现在先不说他们两个人的事情 不过我觉得了 在政治上面的话呢 我们要看到的是什么 这个选总统人他将来能不能带动全民的安全 平安以及呢 繁荣 这三件事最重要 对不对 如果我们能够平安安全 加上繁荣有什么不好 就关他得了什么证呢 啊 你看啊 很多人哦 很多人都是呢 那些 那些科学家 什么都是有很多奇怪的症状的人 对不对 哦 那个 萎缩症 小 哦 那个叫什么 霍金 霍金也不是呢 哦 也是有萎缩症嘛 但是你看他多厉害 这没有关系的 我觉得这他是天生的 对不对 好我们来看一下柯文哲呢 支持度突破三层 然后呢 静直接呢得意忘形 11日呢 6月11日出席呢 啊 仲卿论坛的时候 在改革国防方面直接高呼 网军第一优先 引起花燃大火 这什么意思啊 更称呢 我们应该每年选一天跟大陆讲 例如呢 今年把你高铁系统全部瘫痪 哎呦我的天啊 头颗有坏掉了 现在开始来了 来了 他的雅思 伯格正来了 哎 现在民调直追第一耶 然后 明年把 ATM系统全部瘫痪 你不用讲了 我们台湾先被瘫痪好不好 一笑死了好不好 我们的网军有人叫大妈 他们的国防系统全部都网军啊 你看我们的火车站 飞机场 大卖场 全部都可以换成他们的影片耶 你是把哎呦我的妈呀 这个柯文哲 在下方有在替他 你也把冷汗 不要把把中共触怒了 哪天把北京中央政府的网页换掉 太过火了 每年呢 挑一个题目跟大陆说 你小心 我是有能力把你瘫痪的 你不要乱动 你真的动我我就搞你 这哪有安全可言啊 如果习近平知道这些事情哦 你觉得呢 他会怎么样 抓狂 他是吧 又恢复绿营的那种感觉了吧 我现在发现他是深绿的 他真的是深绿的耶 对不对 直接跟中共对干啊 真的是深绿的 他自己承认啊 不是我说的 好 蓝或绿或白都没关系 黄也没关系 对不对 局也没关系 但问题是 你要选总统 你是要保护台湾人民安全 保护台湾的国土安全 这样乱讲话实在不太好啊 台北市长柯文哲呢 经常以青年形象自居 也曾公开批评其阵营的政府团队呢 有贪污情势 好然后呢 近八年的任期当中呢 因贪污案被起诉的市府员工都在108人 比郝龙斌的102人还要多耶 你知道吗 所以呢 更有呢北市府前工什么 工登处长北市兵畅处复处长 劳动局长因为收费接连下台 我相信呢 这个呢 他的北市府团队呢 当然柯文哲本人是不会贪污啦 我是绝对相信他啦 但是呢 蒋万安上台以后呢 他真的也傻眼了吧 对不对 怎么这么多狗屁刀造的事情呢 你的台北市政府 还是有很多很多的悬案呢 好所以呢 柯文哲呢 任期越后面呢 避案层级越高 甚至还有局长涉嫌用身份呢 逼工会支持副市长黄珊珊 所以我就觉得这真的是 因为我我参加很多的 像那个台南同乡会的什么会啦 我参加很多活动 那参加很多活动是受邀 但是我就看到黄珊珊出席他们的活动 所以我都觉得这个是有系统在操作的吧 没错 那黄珊珊是什么 她是呢白色的 对不对 跟柯文哲很骂极 她以前是局营的 是不是 然后呢 接着下来呢 我们可以看到她 有一段时间都是没有什么声量 后来柯文哲又拉拔了她 所以呢 黄珊珊当时选台北市市长的时候 总是她的民调是垫底的 好 所以呢 我看到的就是一团绿油油的 好 以及呢 违法卸案呢 劳资什么 劳检资料等离谱的事件呢 接连爆发 她没有贪污啦 下面人还是会啦 好 来 侯友宜呢 团队在警察节上架影片呢 好 深圳警察 深圆警察 好 但内容不是为警察发生 好 而又是在讲他自己的警察故事 侯友宜的影片中提到我从来没有跑过第二 好 也别说因为你是第三 其实他不需要自我膨胀啦 讲句真的 膨胀自己呢 其实对自己也没什么好处啦 你没有当过第二 但是你是第三 那是不是 所以呢 其实我对侯友宜没有什么偏见 只是他高度宽度 都不太够 就只能说他这样 因为选总统嘛 选总统标榜自己 其实也没有不好 这也是人之常情啦 只是呢 你在这个节骨眼上你已经跑到第三了 那是不是呢 民调只剩17.9% 会不会再往下调呢 有可能 所以呢 我们各位亲爱的朋友 你们可以在下方里面 他这样的一个处事方针 一个做人的态度 我都觉得态度啦方针都是有问题的 对不对 好 我们都知道呢 你当一个呢 警察 或者呢 你当 警校校长 或者呢 你当什么样的职位 那个都是正无关 不一样 那你在黑道跟白道之间呢 你要取得一个平衡 就是要如何掰的事 所以你一定认识很多黑道的人嘛 但是呢 你的形式风格已经定型了 我这样讲有没有错了 已经定型了 因为太长的时间 超过20年的时间 他在这个圈圈里面呢 他已经定型了 我没说过要公允 他定型呢 就是说他的 所有的行政经验都在这上面而已 他没有接触到 比如说像是 当然他可能跟国安局有认识 也跟警政单位所有的 国安资讯系统都会认识 包括调查局他都很清楚 但问题是 这个只是呢保护人民安全的其中一环 并不是真正的国家大事 因为这是我们的内政 内政一定要好嘛 对不对 那你外政呢 外政就是两岸的论述嘛 还有呢台海的安全嘛 还有你跟其他国家的一些往来嘛 对不对 那怎么样 我们怎么样呢 能够呢让美国 到现在小英这么力挺美国 买了这么多武器哦 美国都还没有说 还没交建 还没交建 对不对 拖很久啊 有一批拖了三年 有一批还拖了三几年 那个是连那个前 前民进党的那个副总统 李秀莲都出来炮风 这个事情我都很清楚 问题是 问题是怎么样 问题是我们要先思考一下 你何以后要选总统 你的高度要出来 你把两岸论述 讲得更清楚一点 九个共识你达到什么样的 你不懂就请教马总统嘛 马前总统嘛 对不对 你看他在选举的时候 他老婆是不是把他头压下来 这样子压耶 大家看到没有 他一只手就要在他脖子的头上 大家不把他看当成笑话吗 但是没有啊 他就选上啊 对 听没嘴大夫妻也没什么不好啦 对不对 但是你何以为呢 一个人单打独斗 朱立伦在哪里 哈哈 我觉得很好笑 你不要说我这个惊讶的表现 对啊 朱立伦在哪里啊 告诉我 没有 没看到人 然后呢 整合系统有整理好吗 没有 除了这个以外 还有很多问题 对不对 好 你 新北市一直在发生很重大很重大的事件 什么卫药案 那就明明知道是 哎 人家故意在炒作嘛 选总统嘛 把你的那个什么狗屁刀造事情的 全部都掀开来嘛 一定是这样嘛 不把你打到死要打谁啊 是不是 但是国民党在干嘛呀 朱立伦还选过总统 不选输 选输了吗 那你要想再选吗 那侯宇选输有没有职位 没有 你还有党主席的职位 我觉得侯宇 那个不是 那个韩国瑜啊 应该韩国瑜要出来跟他竞争 或者张亚中要出来竞争 看谁当党主席 今天国民党就不会是这个样子 我相信就不会这个样子 另外呢 青年的问题 少子化的问题 你有没有解决 没有 没有论述 你到了学校里面呢 政大也好 或者什么大学要演讲 要先想好青年是什么 他们是还有一些海外的学生 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 你怎么样让这些海外的学生 对你竖起大拇指 那国内的学生对你竖起两只大拇指 没有 还在标榜什么 不需要标榜 真的 讲话要幽默感一点 然后呢 身段放低一点 我会砍头的啦 现在民调掉到17.9% 各位同学啊 我讲句真的 我看实在是替他很伤心啊 好 影片结尾主诉求呢 用生命顾台湾打死不退 这什么话啊 你用什么生命顾台湾 你要说 我会保护呢 这个台海安全 我们尽量呢不要挑衅对岸 对不对 如果对岸有什么呢 文攻武嚇呢 我们要立马跟他对话 这不是就好了吗 上一次呢 我觉得 蔡小英比他有脑袋瓜多了 虽然很多人不喜欢他喔 不是我啦 我第一次来选他 我再重塑一次 那我觉得说 为什么蔡小英因为 我也是女性啦 所以我就支持女性嘛 这是这是义无反顾的 那我觉得蔡小英比他厉害的地方在哪里 至少他知道可能会发生危机了 可能会 会有动手的机会了 人家马上说我们愿意 你看喔 他520文告的时候 他就说他愿意跟对岸对话 他不会像赖青德也无死放底的 他什么叫无死放底 你们是吧 哼 你们不要笑 我再讲一次 他说 我要跟习近平坐下来吃饭 天啊 谁跟你吃饭啊 我的什么 这些脑袋瓜都有问题 有时候都书女人耶 奇怪耶 好 所以呢 看到了没有 明显是因为呢 民调崩叠 回应党内外的 患猴 指引 甚至呢 徐乃勋近日在泰国的做台湾会直言呢 没人想跟会书的人团结 国民党小鸡是否已经焦虑了 没错啊 你一个人倒全部都倒啊 县市首长不用选了 议员也不用选了 啊 不分期呢 还有呢 要选立委的呢 惨到好不好 啊 比柯文哲那个雅思伯格正也惨一样啊 好那现在性骚案也在惨 那郭台铭在哪里啊 那郭台铭出来也会被骂 也会骂到翻天 那李正浩又说 他在这边投资不投资啊 那到哪边投资不投资 笑话 那钱是你家的啊 你管家要不要投资 我来再讲一次他 他本来是国民党的 又跑去哪里 又跑去什么党 清明党 又跑去清党 天啊他这 哎 换老板还在好像在换什么一样啊 你买菜吗 今天选一颗葱 明天选一颗蒜 后天选一颗辣椒 然后再来选一颗什么 拔辣嘛 好 所以你看看他现在退选了 民进党正照他 本来很多是像那个 在国民党还当发言人 对不对 好 这样不应该啦 我讲句真的 你根本没有忠诚度嘛 你就不要搞的嘛 好不好 我再讲一次 李正浩没有忠诚度 我也不怕他骂我 那就没有忠诚度啊 事实是如此 对不对 好 侯友余呢 三线呢 未要爱很蓬勃呢 连续呢 几份民调都区区第三 打趴了啦 外界呢 关注呢 蓝白之间是我会出现的反向气宝 没错 就真的会反向气宝 现在第三势力已经开始发动 气候宝科了 你是被丢弃的人呢 你要不要自我了断辞职就算了 辞了说好 我退选 让国民党重新整合一次 不是很好吗 我是你喔 我就会退选 下次我就有机会 我讲句真的 为什么 显现你的泱泱大度嘛 对不对 选总统人没有泱泱大度 你还干什么啊 你们在下方以后 看到我头都爆炸了 真的现在换我头爆炸 骂不行的叫不行的装死的没办法 装睡的我们也没办法 国民党立委呢 参选人呢 罗志强近日指出呢 喊出 政党轮替大联盟 好 政党轮替但当晚记者会呢 临时喊咖 哎呀 我跟讲罗志强有个冶电师 其实他也很有能量 我平良心讲 他年轻人一辈 像徐晓鑫啊 这些都是年轻人一辈 现在还有好多个叫什么 常上电视啊 两台电视年代啊 还有 记得东森的那个叫什么 那个议员叫什么 刚才那个瘦瘦高高的小朋友 你记得那个叫什么名字啊 叶云芝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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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云芝他每天都在讲 他脑袋关蛮好的 我觉得他很会打太极拳 他说那活鱼鱼现在垫底第三 没有啦 现在只是短暂的而已啦 我们一定会看到他更好 你看人家都在帮你圆场 来我们看一下 其实这些年轻人都不错 原来是要开气候宝科的第一枪 让侯阵营非常难堪 内部呢 诸侯幕僚招报呢 彼此互动 我相信的 因为我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朱立伦以前选过总统没当选 然后呢 第二次呢 没当选的又是呢 高雄前市长 韩国瑜 又是代职参选 也是韩国瑜 现在呢 又是代职参选 又是活鱼鱼 哎 国民党永远搞这个戏嘛 其他人呢 都没人了吗 国民党多少人才呀 百年大党没有人才吗 笑话 对不对 然后呢 来来来来 我们再看 甚至很多国民党的小鸡 都跑去业会柯文哲 拜托柯文哲手下留情 连他们都躁郁症 焦郁症了 好不好 来接下来 好 一度在咨询公开的时候 表示呢 四月呢 接到陈勤的国民党呢 新北市议员呢 刘美芳 还称口误 竟然在议会殿堂上呢 九十度鞠躬 向国民党总统参选呢 新北市长何谓道歉 震惊全台 好 过去呢 受威权 胁迫 弯腰曲奇 此事呢 来 近在新北市议会重现 对民主是个严重的伤害 为什么他要道歉 他为什么需要道歉 他直询要道歉 这什么鬼东西啊 来 一位议员在议会为人民称情 为如果事发生 最后必须在议会鞠躬道歉 令人不胜唏嘘 真的太恐怖了吧 这样子干啊 一个为民喉舌的议员 不应该替人民出声吗 应该的 来 我们继续看 要不要选议员选立委干嘛 立法委员是要能够在立法案里面 我们有一个更好的一个 生活 我们有更好的这个百姓的一些福祉 那议员呢 经常都是受托 受到很多人委托 他成情啊各类的 他必须要为百姓去喉舌 好 那韩粉呢 直播主呢就预告了 有一个核弹籍的震撼呢 他说侯友宜在四年前是怎么残忍 天怒人怨的切割韩国瑜的 他现在要看情况把它丢出来 好我先讲一下 我今天在我路周报的同时 我已经讲了 好 为什么呢 这是一个呢 业力反噬的月份 业力反噬的月份就是什么呢 比如说架构不合理 就会开始出现 那另外的话就是封解的制度 好那其实成功不是只有一条路 不是吗 我常常告诫自己成功不是只有一条路 所以呢你要找到出路嘛 那那条路是自己走出来的嘛 你怎么会搞成这个样子呢 你不与人为善 你最伟大吗 不 我告诉你 你把价值放大 这不是你现在 你要把价值放大 你更是需要呢 你个人的价值要放大 你更需要团结的力量 不是吗 所以呢 你让人家觉得很不舒服嘛 因为你早期的时候呢 在四年前 你对韩国语 甩手的那些动作 人家都把你找出来了 业力反噬啦 不是吗 这个月就是开始业力反噬 农历五月天激化劲 你做过什么不好的事情 人家就开始呢肉收 是不是业力反噬 我在我的YouTube的周报运势 你们一定要上去看 好不好 请大家一定要去上去看 前年我讲的清清楚楚 真的 所以呢 这个是冥王星 在逆行的时候 你要知道 哪些地方要僵化要粉碎 都是在这个时候 业力大爆发 会反噬到自己的身上来 所以我常讲 你做任何一件事情 你都要好好思考一下 尤其你要做高位的人 朱立伦也一样 对吧 好 接下来 现在打猴的力道 都没有打韩国瑜力道的十分之一 真的 韩国瑜当时被打到爆吧 连家都拆了吧 对不对 连家都拆了耶 逼不得已 还要贱卖耶 就说这个不行 那个不行 全部都来了 看到这样 国民党怎么这么悲惨啊 让我觉得他们非常悲惨 一个百年大党这么悲惨 天啊 都是这些人在搞 搞来搞去搞来搞去 乱七八糟 好 我跟你讲 如果呢 这两个人喔 可以暂时修兵喔 我相信国民党会更好 不要说辞职啊 先修兵好不好 你们两个就先放下 然后让其他人来帮忙 我相信就会更好 要不然你们两个都自顾不暇了吧 你看国民党现在真惨 好 现在呢 侯宇已经17.9%了 你可以呢 放过他一下 然后呢 麻烦7月3日呢 国民党全代会以后再去 再送 现在不能再低了 再丢啦 不能再低 再低下去了 侯宇就被换掉了 又换注风波来了 好 后面呢 已经开始有郭台铭 和朱立伦在热身准备上场了 朱立伦 你干嘛一次干掉两个啊 我不是讲了 我准不准啊 来再写 说老师准的嘉义 我还是有语言见的 我讲句真的 我讲句真的 我觉得一直以来呢 我对这种政治的敏感度是很强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我看看这些八字啊 看这些人的八字啊 我都惊心胆战 我刚开始在讲解他们的深层八字的时候 他们的命盘的时候 当然尽性命啦 不能全信啦 但是我要告诉各位啦 尽性命 要相信命运 但不要迷信 好不好 我一直强调 要相信命运 不要迷信 你要怎么样呢 谷底翻身呢 侯宇要大破大力 OK 朱立伦先下台 才有机会 那侯宇我觉得没有机会 叫他大破大力 两个暂时修兵好了 郭台铭呢 在这段期间 能积极与屏东县长呢 议长周典 于云林县前县长周荣卫沟通 郭台铭再列为十字一路上呢 上午呢 桃云是参加活动 到下午到高雄参加高师大的毕业典礼 他是热爆耶 你知道他在高师大是热爆耶 你知道吗 你看很多人叫他干爹 你就是我爹 我要当你儿子 我年轻人都爱他 对不对 大家都苦死了吧 因为经济很差嘛 你侯宇的论述在哪里嘛 那种年轻人有没有活下去的希望啊 他们将来娶妻生子 到底要怎么干下去啊 我现在每天焦虑的是 我的小编达都说不结婚 我替他们焦虑 好像我自己的孩子一样啊 我很焦虑啊 你不要看我这样 我都欠他们要去找女朋友 他会说 老师啊没钱怎么找女朋友 我说对不起啊 老师现在赚不到钱 好我加油 加油不用担心 好来来帮我按赞啊 按赞我就可以赚多一点钱 好不好各位同学 好各位朋友好不好 我们的粉丝团啊 帮忙我一下 小编很可怜 真的我可怜没关系啊 小编可怜不行啊 实际上呢 郭台铭去高雄更大的任务 就是跟周田玉有秘密的约会 本周也会跟云林地方派系大佬 张荣会再有会面 近期呢 益销总会呢 曾郭台铭独立参选的大 大乙杖 益销总会 我告诉各位 我一个好朋友 我以前在安和粉丝 那我们CPA 就是益销总会总队大队长 他每一次 四百拙我吓一跳 蛤帮你花这么多钱 没关系啦能花就是福气 真的他花很多钱 能花就是福气 他是益销总队大队长 我就想他 我四颗星 我是觉得他不加臭皮 蛮臭皮 他就真的人家四颗星 好多议员立委选举都要早上 不过很抱歉 他已经走了去 我吓了一大跳 我最后一次见到他面 在他走之前的大概两个月 我跟他家庭都很熟 我经常去他家里面 就住在我们公司附近 好 一波牛鬼蛇神 抢人大战 恐将再度展开 独立参选的 可能逐渐浮现 据传已有一百多万份联属 哎呦 厉害了 他只要多少万份 280万 他只要280万份联属就过关了 我看很快 搞不好到7月8月就有了 所以侯友宇你不要太开心 我讲句真的 来 第三势力的崛起 我们继续看 好至少郭台铭 不会像那个雅斯伯格镇的 那个柯文哲 哎呦 已经 已经语无人次了 还要把人家的那个ATM 全部打挂掉 还要去北京干什么 你是不是在挑衅人家 你是有问题 年轻人真的要好好想一想 这样看起来好可怕 好 郭台铭支持者建议呢 国民党呢 应重新呢 举办初选 邀请韩国瑜 郭台铭 张亚中 赵绍刚 参加 让各界人马呢 可以 这个 畅所欲言 让各种颜色的媒体去评论 我觉得是对的 这个是最好的正确办法 做详细的数据 民调做交叉笔画 议题可以更多面向 国家大事如何争 争扁是吧 如何改善 如何进行改革 领袖兼各发所畅 对于立委参选呢 也有极大的鼓舞作用 让男赢支持者呢 重新调整呢 归队赢得2024的大选 我跟各位讲一下 他们不只要用针灸来扎而已 我觉得要大刀过斧的 开长破度啦 如果不这样子大破大力的话 我真的不可能会让国民党有机会的 好 那某种程度上面的话呢 我觉得呢 这四个人呢 其实都是战将 大家有没有看到 这四个都是战将 所以呢 其实呢能够影响到的是什么呢 影响到的是国民党的声望 跟声势 他们四个人如果组成一个团队的话呢 就不得了 讲句的各有所长 然后呢有一个媒体的人 然后呢韩国有韩粉 郭台铭有郭粉 张亚中校长论述鲜明 而且呢 哎 听起来啊 真的是有总统的格局 平良心讲 就他没有机会吗 他连什么职位也没有 中常委吗 不是耶 中职委而已耶 好所以呢 亚中校长加油咯 好 我们来看一下呢 2023年呢 总统大选气候保科 柯文哲已经民调起来嘴也管不住了 公开宣战中共 全民撒爆眼啊 柯文哲你真的不要这样子干啊 哎 你内心潜伏的危机让我们很害怕耶 真的如果你是这样的话 我们大家都对你重新评估了 是不是 好我相信呢 在一片呢 兵荒马乱之际呢 台湾呢 这一片方无的原地 要怎么来开垦呢 我们都要期待 我们要期待一个正向有能量 然后对台湾有帮助的人 我们绝对不能再做夹心饼干 然后就被夹死了好不好 天啊 我快昏倒了 好谢谢大家 不要忘记帮我按赞分享 开订阅一下小铃铛 拜拜 failed 他没想起来 ville 和我 你 名